主要是针对外汇的历史资料 我们把它绘制成图表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因为现在职场上很多时候 就是很需要有人去帮忙做 把数据图像化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视觉化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资料量庞大 那你要马上知道说 这个数据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说它的比例 或者它的数量 或者是相关联性 那其实大部分都会仰赖 就是把图画出来这件事 但是问题是你需要有人去做 而且如果你的数据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就更需要有那种程式来帮忙了 不然的话假如你今天 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 总共有十个栏位 那十个栏位的话 理论上就是要画十张图 那十张图假如这个数据会经常变动的话 你变成说你可能现在做好了 那隔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一天 甚至短的话可能一个小时 甚至再更短的话可能不到一分钟 那个数据就要马上变动的话 那你岂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那永远没办法反应 因为时间太短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当然比较适合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期末报告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说你们尽可能的可以把那个什么 就是其中报告的这样的形式 里面尽量再加上那个程式部 那程式的话 那这个也许有个名称叫Dashboard 就是 绘制那个数据的仪表板 那如果你这个 你具备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想你这样来再找工作 绝对不是太大问题 好那所以呢 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另外一道题 所以请各位开启那个 就是我们的范例档案里面的第五个单元 就是叫做人事考评管理系统的这个题目 那这题目的话呢 其实后面有个试题啦 我想因为试题 其实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啦 其实它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请你把 就是黄色区域有没有 B D E 这三栏 加上K到M 这四栏 总共其实有 七个 等于是七个栏位 就是有七个公式 要你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话呢 单位是哪个单位 那你想说单位怎么查 那其实你会发现 前面这三个储存格的答案 其实都在编号里面 那也就是说呢 那个单位呢 其实是108啦 108编号里面 那怎么知道单位108是哪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 108在这里吗 那其实它主要是要你查108的代号 那把108代号的名称 把它查回来 当然你现在不是要你什么 用人工的方式 如果假设你不用V环数的话 那你变成你可能要这边Ctrl-C 然后这边再把它Ctrl-V 那我们Ctrl-V 可能贴的话 还要记得把它贴上尺 那问题来了 不对吧 343 那你下一个怎么办 还要到单位里面再查343 343在这边 343 这个 OK 那你其实还要在什么 343 343 那你不是343 要把它贴一下 贴了之后还要怎么 只有值 问题是你这个资料很庞大的时候 假设有几百几千笔的话 那你怎么贴 怎么去查得完 所以以后的话 通常只要有代号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函数叫VILO函数 去做查询这个名称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蛮多地方 只要是一个代号对应的名称的话 那通常都会用VILO函数来查询 那VILO函数的查询的话 它有一些限制 第一个它只能够查什么 对照表里面的第一栏 OK 只能查第一栏 第一栏以后 其他栏不能查 OK 那所以呢 主别部分的话在哪 主别这个啦 主别ABCDE 那其实它的编号里面的 这个位置 应该算过来应该是第七个字吧 那升等的话呢 刚好在第一个字 升等在这边 有没有 123嘛 1234 所以其实就第一个字啦 所以如果假设第一个字 那你会发现领主 领主这边是第二个字 第二嘛 范式元是三 所以呢 它是希望说呢 能够借由VILO函数 去做查的动作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们可以在公式里面 有一个名称管理员 那这个名称管理员 里面已经帮各位 已经先定义好名称范围了 那也就是升等这个名称呢 将来对应的就是 参照到就这个范围 有没有 然后烤坪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烤坪是ABC 然后烤鸡的话呢 是U甲乙 那组别的 组别的话就这个范围 哪一个组 OK A B C D 然后单位的话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这个范围 从101到361 有这个范围 那我们要怎么查询 那当然第一个啦 单位的话因为是在108 可是编号里面108 我要如何先取得108呢 那当然前面我们有讲过那个 最基本的那个叫me的函数啦 所以你可能要分两阶段 先取得108之后 再去用VILO函数查询 所以第一步的话先插入一个函数 那函数部分因为要取得108 所以它的字刚好在中间 所以我们插入函数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找那个文字类的MID函数 文字类的MID函数 那帮我们去做108的查询 就先把108取得 取得之后的话呢 再到VILO函数里面 去针对刚刚的那个对照表 所以这个地方文字类MID 可以找到MID 这一个OK 然后这个编号 那我要从第几个字呢 1 2 3 第3个字 那我要几个字呢 我要三个字 好 那取得108嘛 再第一个好108取得 但是108我要去它的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单位 所以第二个动作就是 把MID得到的结果 不包含等号的公式解下来 然后再插入第二阶段 就是用那个查询与参照 里面的那个VILO函数 应该是查阅与参照的第三 倒数第三个 这一个 这个满重要 那这个VILO函数的V 指的是 应该是Vertical 垂直的 所以有另外一个函数 叫HLOOKUP H是指的是水平的 所以这个地方 它底下还有X啦 X其实是新的 它这个应该是 不管是哪一栏都可以查啦 不过你会发现 相对它的参数很长一串 那VILO函数其实也蛮长的啦 按确定 那它会问你四个问题喔 所以你给四个问题的答案 就可以把资料查出来 那第一个问题 它问你说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啊 我们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我要查108 OK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的那个表格在 Table是那个表格 哪个表格 我们按F3 F3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那个表 表格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什么 我要去单位这个表格 单位有没有 所以你找单位这个表格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啦 这个右边会显示 它这个表格正列啦 有没有大瓜糊的正列 它一定是 第一列是101 然后呢 第二个是它的名称嘛 那分号 就是第二列 有没有102 然后它的名称 后面应该也是分号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一次可以退了 但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游标移到 下一个储存格 下一个格子之后再点回去 有没有 它会有一个反应就是 会帮你把那个你的 单位的表格显示出来 我要查的是 查这一栏 那我要带回来的就是这一栏 那里面有两栏 这个是第一栏 这个是第二栏 所以哦 它第三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第一栏 这是第二栏 那它第三个问题 是问你colour colour colour是colour 是栏 index number 是哪一栏 意思是说 你要取得哪一栏的资料 那我要取得第二栏 所以你把2的数字填上去 很像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是 range look up 你要不要 这个range look up 意思是说 要不要找不到的话 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要就是1 不要的话就0 那我不要啦 我要找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边填上2 这边填上0 0的话就不要找 找不到 你跟我讲找不到 你不要找不到 随便给我塞一个 不相干的东西 不要 OK 0的话就是false 所以或者你打false也可以啦 不过当然打0比较简单啦 打false你要打5个字嘛 打0就打1个字 OK 那1的话就true 1的话就要 有没有 所以喔 其实在excel里面 0就代表false 1就代表true OK 一样的意思 按确定这样OK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查到我要 有了 下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底下全部的那个 就是 就是它的单位呢 就全部查完了 那这样快太多了 如果你假设 你不会用微入函数 说真的 哇那很多事 你可能做不完喔 好 那第二个主别 主别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主别 应该是abc 那应该就是 他这边应该是 第七个字吧 所以一样 插入函数 那我们最近使用过的 那个mid 那我用最近使用过的 那个mid 刚刚mid 然后这个编号里面 帮我取第七个字 那因为只要一个字 所以输入1就可以了 看一下是不是a 是啦 ok 所以呢 表示我已经取得a 的这个字 那一样呢 去主别里面查 所以一样把公式 选起来 然后把它减下 不包含等号 减下 放哪里呢 放那个vid函数 把它贴上 ok 一样方式 意思就是说 loga value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啦 查a 去哪个表格查 f3 我要去主别 所以上面已经有主别 ok 然后 主别里面呢 我要查第几栏呢 当然我要查 这个一定是对第一栏 那这个的话一定是对你要的 那我要把第二栏取回来 所以一样输入2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ok 找不到就不要 找不到就跟我讲找不到 不要跟我随便刷一个相近的不要 我要一定要是 帮我找到一模一样的 所以输入0 ok按确定 底下就向下填满 也这样ok了 那升等的话呢 刚好是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所以取第一 第一个字很简单嘛 你插盘数的话 你可以用lab者 所以这边用文字类里面的lab 左边算过来的第一个字 lab者编号里面的第一个字 所以lab者编号里面的第一个字 所以lab者编号里面的第一个字 不过这一题比较特别 这一题的话你会发现 它的编号本来就是文字 那你用lab取得的还是文字 可是跟各位讲 在那个升等里面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1看起来 跟这个升等里面的1 看起来一不一样 一样嘛 但是跟各位讲 在那个升等里面的1 它是一个数字1 可是我们刚刚取得的是一个文字1 怎么知道文字1 前后有双影号的 那当然眼睛看都一样 可是easeal看就不一样 easeal会认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假如说我用刚刚的方法 一样把这个公式减下 然后再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V乱函数去查的话 那你会发现 按F3去查 查什么 查升等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获得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表格右边 他也会显示嘛 有没有发现1的前后并没有双影号 表示它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文字 所以两边一定不会match 但是你用眼睛看是一样的 人的眼睛看是一样 但是easeal看却会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样这边输入2 这边输入0 那理论上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找到注专 可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得到的结果却不是注专 而会是一个开头的讯息说错误 错误的话呢 后面加点n斜线a n的话指的是nots a的话是available 意思说找不到 白话意思说找不到 奇怪 明明都一样啊 这边e啊 为什么这边的e 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边的e指的是数字1 刚刚你给他的e其实是什么 是文字1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把这边的e能够跟表格里面能够match的话 那你可能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e怎么样 转换成什么 数字1 就是文字要把它转换成数字哦 这个好像我们有做过哦 还记得吧 我用一个函数就可以把它转了 文字怎么样转数字 也有印象吗 我们记得我们蛮早之前好像 在第一个单元里面有用到一个函数 他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文字转成数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 这个如果不会的话 以后会大麻烦哦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每次查之后都查不对 明明他说明明看到一样 为什么查不到 因为格式 因为形态不一样嘛 当然你看到的跟 一次有看到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哦 这边哦 我们必须要在那个 文字函数外面包一个转换的函数 那那个函数名称还记得吧 有印象吗 把那个哦 文字转数字哦 有印象吗 前面好像我们用过哦 有没有 记得好像在那个 我要把文字转换成数字的话 那我把这个Ctrl D一下 倒车回去好了 把它倒车回去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数字的话 那很简单 你可以在这个外面包一个value 那具体的办法 你打个V好了 先打个V 你打个V的话呢 它会跳Value 那你直接点两下 然后呢 它会出现那个前刮弧 你再补一个后刮弧就可以了 OK 然后打个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做什么事 就是把这个文字1 转换为数字1 再一转换之后的话呢 就Match 就OK了 你应该没问题了 那么按确定之后的话 同样的再把这个转换之后的结果减下 再放到刚刚的Value函数 那一样把它贴到查资料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哦 右边显示出来的1 它就不会是有前后双云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错误还蛮常发生的 数字跟文字的形态搞错了 然后呢 一样F3 去取得这个是升等吧 所以把升等查一下 然后取得查第二栏 然后比对方是找接近的 OK 速度0 好 这样OK了 那查完了 查完之后应该不会有那个 那个错误讯息 那个NASA VALUE 那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下方这边也会出现你查到的结果 1 查到之后是注专 OK 那应该没错 没错都按确定这样应该OK 向下填满 全部OK了 好吧 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针对B到E栏 去做一个 这个查询的动作 所以这三个栏都是查 因为都查资料 所以里面会用MID 会用LAPT 这个比较特别是要一个VALUE 那后面的话就计算它的成绩 并且排名次 那这个成绩的计算的话呢 当然 第一个成绩在这边 这三个成绩要平均 那把这两个成绩 这个要是占30% 所以乘上0.3 加上这个乘上0.7 就是它的比式成绩 那再把这个两个成绩怎么样 这个成绩再乘上0.6 加上这个成绩乘上0.4 那合计就是它最后的total结果 把这个结果再做名次 那当然也就是说主要要查 找出那个公司里面 比如说助专 助理专员嘛 里面的话呢 哪一些人表现是最优秀的 那比如说我要升迁的话 我要把它提升起来 OK 这个当然就是人事HR 人事管理的工作 当然未来可能你们也许会遇到 OK 如果遇到的话 大家一定要会遇到函数啦 试一下